酱嫩古早味油饭 初药适足 品味跟外面店铺一样好吃 这一道疗愈系麻油鸡饭 要怎么能错过呢 无论是肉摊或是自己剁斩鸡肉 细检查清洗去所有留下的碎骨 加油小孩必须确实清理 老姜及料酒的分量有做调整 更迎合小孩的口味 以小火最小的火 用黑芝麻油把老姜片 编至棕色出现 麻油不耐高温 如果用麻油爆香千万不能出盐 所以用麻油爆香时 要用小火慢慢编出香气 鸡肉剁成大块 不需腌制直接下锅 鸡肉排在锅中 鸡皮炒下 火力调至中小火 把鸡肉炒至白色就可以了 不用到金黄的状况 加入料理米酒 约三分之一根 两米杯略炒一回 至酒精全部挥发至烧干为止 同时酒的清甜香气就会烧出来的 白米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喜欢酒味浓郁的朋友 煮饭用的水可以以料酒酌量兑换 以比平常减少5-10%的水量来煮饭 留一些水瓣锅中的精华 鸡肉会压到米饭 熟成的时间需要多一些 外锅需增加半杯水 煮好后先焖去10-15分钟再开吃 鸡肉会胜到饭型米饭更好吃 如果用电子饭锅 直接用平常煮法 鸡肉软嫩 米饭精亮 鸡油香气诱人 最神奇的是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 他们吃的可香呢 配饭很简单 做法又容易 简单做 大享受 马上动手做吧 做出好味道 吃的健康就是频道的宗旨 喜欢的朋友 先按赞和订阅 不喜欢的朋友 马上试做 再回来按赞和订阅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